結局帶您關心新竹縣的通緝犯逃跑案件 幫助嫌犯吉思汗逃亡的女友 已經被警方上銬帶回 外傳她已經是人妻 懷有五個月的身孕 而她在派出所探訪吉思汗的時候 透露出懷孕的消息 讓主動投案的吉思汗 動搖了服刑的決心 另外新竹縣警戒在護送醫的時候 並沒有替吉思汗來靠上手銬 讓他持有手機 還靠近了交通工具逃亡 現在警政署已經請新竹縣警察局 來查處依法究責 披著長髮面容憔悴 通緝犯吉思汗的陳姓女友 被警方上銬帶回 她在9號下午和三名友人接應截囚 協助男友成功逃亡 等未傳這名陳姓女友早已是人妻 還為吉思汗懷上五個月的身孕 你有懷孕嗎 沒有 面對傳言虛口否認 只是這名陳姓女友和吉思汗同居多時 更傳出在前往派出所探訪吉思汗時 透露自己懷有身孕 讓未婚的吉思汗動搖 服刑決心 原警由因該案是否有缺失這個部分 那目前我們同意由督察單位 在做一個調查當中 新竹陷阱戒戶下 人犯脫逃 鑑禁各界 這是依照警察機關 借送人犯應注意事項 人犯搜身上手銬等借據 借送途中 刑警人群擁擠處所 應提高警覺 非因交通運送 途中不得逗留 這次借送吉思汗前往就醫 明顯不符規定 打完針後 沒上鎬 嫌犯拿著手機晃來晃去 離譜的是 早在嫌犯就醫時 已經有三輛車挺好待命 當時三輛車四人醫院門口待命 通緝犯嫁戒和全姓女友攀談 溜上副駕 最後一輛車的彭信男子 幫忙架開圓禁後 跟著開溜 會加強來教育訓練 並列入這個案例教育 提周報來通版檢討 好在吉思汗和捷球共犯 逃亡23個小時順利落網 警政署表示 已經請新竹縣警察局查處 依法究責 進一步提出檢討 宣禁螺絲 記者綜合報導